大家好,我的名字是Andy 我是今天的講者 我講的題目是提高前後端串接效率的新做法 使用 GraphQL 跟 Real Apollo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的大綱 我們首先會介紹以前串接前後端的做法 會以 Redux Observable 當作例子 接下來會跟大家介紹什麼是 GraphQL 跟什麼是 Real Apollo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使用這兩個東西 接下來會帶到兩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是簡單的實作範例 我們會有一個書籍跟作者的陣列 然後實作資料的索取跟新增 那另外一個範例是 9e App 專案的進階範例 會用分類頁當作例子 來實作無線卷軸的功能 那建議大家要先熟悉 React Hook 還有 Contest 還有 JavaScript ES6 的語法 特別是結構負責的部分 聽起來會比較沒有壓力 好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我是誰 我的名字是周陽浩 或是叫我 Andy 也可以 那我之前是在電子業 擔任工程師 現在來 9e App 擔任軟體工程師 我主要負責的是 商家官網的開發 那目前的技術 有用到的像是 React Redux Node.js 跟 GraphQL 等等都有用到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 以前我們在串接前後端會怎麼做 早期我們會使用原生的 SNL HTTP Request 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Agex 也就是非同步的向 後端的 Server 取得要這樣的事情 但因為這個寫法第一個要自己封裝 第二個它可能會 要使用 Callback 做資料 連續的處理 比較不方便 所以在 JavaScript 之後推出 Promise 之後我們會用 另外一些做法 比如說我們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 Fetch 函式 或是我們可以使用由第三方團隊開發出來的 Axios 或是 Super Agent 等等的套件 那這些函式能夠讓我們更流暢的 寫出非同步的程式碼 而且也能更容易維護 我們等一下的 演講會用 Fetch API 這個字來說明 就是我們使用了這些函式 那接下來在 2013 年的時候 Facebook 首次推出 React 有一些開發人員會將我們剛剛提到的 Fetch API 封裝在 React 或是 React Hook 裡面 那配合著 React 的生命週期 做我們需要的 資料操作 那在 2015 年 Reduce 推出了 React Reduce 那 React Reduce 可以 幫助我們在 React 裡面有統一的狀態管理方式 那其他的團隊 也因為 配合 Reduce 的推出 覺得 非同步的程式碼可以搭配 Reduce 使用 所以也推出了 針對 Reduce 的 middleware 比如說像 Reduce Sunk 或是 Reduce Saga 或是 Reduce Observable 到了今天 那我們就 嘗試著使用 最接近現代的 套件 比如說我們使用 Reduce Observable 我們實作一個簡單的任務 然後我們來看看 Reduce Observable 實作出來的效果 那我們的任務呢 是我們要 拉一個資料 顯示在我們 Web 畫面上 那這個資料呢 就是哲家軍的資料 比如說滿5000 有送東西 或是 時間是怎麼樣 開始跟結束的日期 可能就是一些自串 跟時間的資料 那我們用 Reduce Observable 結果我們寫了 111行 那看起來 小小的 功能為什麼寫這麼多行呢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 為了要配合使用 Reduce Saga 我們必須要 使用一連串 符合它 操作規則的函式 比如說我們要先 有一個 Action Action 是一個物件 那這物件要說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要做的可能是 取折家軍資料回來 顯示這件事情 會寫一個物件有一個 Type 是這樣 那這個物件呢 我們需要產生這個物件 也需要透過一個函式來產生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Action Creator 一個函式 那做完這個之後就已經 超過我30行了 好 那 Action 之後會進到 我們剛剛說的 Middleware 也就是 Reduce Observer 裡面 那這個就是在畫面上的 Epic 這個字 經過 Epic 之後呢 我們會因應 這個 Request 成功或失敗 又會發送 兩個不同的 Action 那如果是成功的狀況 我們可能會是 Fulfilled 的 那如果是失敗的狀況 我們會是 Rejected 好 那這兩個 Action 之後會再進到 Reducer 裡面 做更新 Store 這個事情 那 除此之外我們 比如說取資料是需要用到 Fitch API 的 所以我們取 我們寫了 11 行的程式 Fitch API 那另外一部分是我們需要做資料的處理 也就是 Servor 回來的資料 我們要先處理再存進 我們的 Reducer 接著 Reducer 存到 Store 裡面 所以 我們資料處理也有寫了 25 行 加起來呢 總共寫了 111 行 那有沒有更快又更省時的做法呢 我們只是要拉一個從 Servor 回來的資料 折價券顯示一些5000塊錢 折價 然後 時間怎麼樣 我們發現有一個方法 他可以讓我們寫 43 行 就完成這樣的目的 我們就省去了 接近 三分之二的程式 那這方法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方法特色是 剛開始我們要用宣告式的方式 先說我們要從 Servor 取什麼資料 接下來我們也不可避免的需要有一些 Fetch API的 函式寫法 還有資料處理的寫法 然後最後我們只要使用一個封裝好的hook 一行就結束了 這個方法到底是什麼呢 這方法就是 用 GraphQL 跟 React Apollo 來達成 那我們接下來就 為大家介紹什麼是 GraphQL 跟什麼是 React Apollo 那什麼是 GraphQL 呢 那我們看官方的定義他是這樣寫的 他說 GraphQL is The query language for APIs And the runtime for fulfilling those queries With your existing data 那這個英文聽起來可能有點繞口 那我們用中文來講一次呢 他是說這個 GraphQL 是 為了詢問 API 而生的一個 新查詢語言 然後另外一個 他有提到的是 他為了滿足這個查詢語言 他要製造一個能夠 與寄存資料互動的執行環境 所以 GraphQL 是講的這兩件事情 那我們後來會一一介紹 比如說什麼是新的查詢語言 那他的特色是用 宣告式的方式去寫 你要什麼資料 比如說像我們畫面的左邊 他是有一個新的像 一個物件這種大括號的寫法 那這個寫法說我們跟後段要的資料是什麼 是 Books 比如說是書籍 那書籍裡面呢 他有一些詳細的項目 比如說我們要書的名稱 就我們在第二層的大括號裡面 我們寫 name 我們可能也需要 書的類別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 genre 我們只需要這樣的資料 後端就只會回給我們這些資料 所以右邊是 feedback data 他就是 有給我們書的名稱 還有給我們書的類別 那這個資料可以這麼彈性的操作 不是突然變出來的 所以我們需要配合這種彈性的取資料方式 有一個中介的 server 在中間 幫我們去讓從資料庫取回來的資料 變成可以 彈性的讓前端操作 那這個中間的一層 server 我們 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一個 GraphQL創造的執行環境 我們也可以叫他是一個 API Gateway 這樣的用法 那畫面上可以看到是 我們前端也就是左邊的螢幕 直接跟 GraphQL 互動 那 GraphQL 當成中間的 server 他這個 server 會再去真正跟 資料庫索取資料 畫面上的方式就是他可以透過用 把 HTTP Request 打 REST API 的方式 跟資料庫互動 互動回來之後把這些資料經過 他自己的方式重組 我們前端就可以 用宣告的方式 彈性的取得我們要的資料 那接下來講的是誰在用 GraphQL 那在官網上面有提到幾家 比較有名的公司 比如像 Facebook 像 Github 目前都在使用 GraphQL 這樣的技術 那接著為大家介紹什麼是 Rail Apollo 從官方的定義 他說Rail Apollo allows you to fetch data from your GraphQL server and use it in building complex and reactive UIs using the React framework 那從中文來解釋 他的意思是 在 React framework 之中 讓我們可以從 GraphQL 的 server 取資料 的含事庫 就是 Real Apollo 那我們接下來提到為什麼要用 GraphQL 跟 Real Apollo GraphQL 幫我們解決了 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從 多個 Endpoint 變一個 以前如果我們在打 HTTP Request 用剛剛我們講到 Fetch API 不管是官方的 Fetch 或是我們 經由第三方團隊開發出的 Exceles 等等 他的做法呢 比如說 有一個情境我們要取 書的 資料 然後這個書可能有作者 那這個作者又寫了一堆書 我們需要 把這些資料都取回來 以前的做法呢 我們會是 先打 一個 API 比如說 Domain.com slash book slash id 打完之後我們先知道 原來書的詳細細節是這些 然後作者有一個 ID 也一起帶回來 但是詳細這作者寫了什麼書並沒有在 這一支 API 裡面 有這樣的資料 所以我們又必須等這支要回來之後再打一支 API 比如這 API 可能叫做 Domain.com slash author slash id 把我們剛剛取到的作者 ID 放進去這個網址裡面 再向後端取一次資料再回來 這些資料都到齊之後我們在 前端一起顯示 那這樣可能會造成 重複的一直打 API 這樣的問題 而且 server 的負擔可能也很大 那在 GraphQL 之後 這樣的狀況就 沒有了 因為我們 統一一個 endpoint 我們的 endpoint 只會是一個 就是 domain.com slash graphql 那在問號後面會加上 不同情況的 query stream 好 那這個時候也 GraphQL 會自動幫我們 產生相對的 query stream 我們就可以 輕易的取到我們需要的資料 以下是一個網址的範例 比如說我們 其中一種 query 是我們要 Booked ID 某一本書的細節 這時候 query stream 就會換 換成是 其中某一個 ID 的書 這樣子的 query stream 那如果我們另外一個情境是我們要全部做資料 我們不指定 ID 好那他自動就幫我們把 query stream 調整成 沒有這個 ID 的 query stream 我們就可以 不需要處理這些網址的細節 他會自動幫我們產生 那接下來 第二個 GraphQL 解決問題 是他可以讓前端更精準的取得 我們自己要的資料 我們可以少取一點 比如說像書我們可能不需要 書的 ID 好那我們在 取資料的時候我們就 宣告 我們 Book 裡面呢 我們只要 name 跟 junra 就可以了 我們不要資料就不要宣告 就不會取回來 另外一種狀況是我們希望取到資料非常詳細的細節 像是我們第三本書 他有名字有作者 那作者呢 我們不希望只取作者 ID 我們希望知道這作者很詳細的細節 比如說這作者的年紀 這作者又寫了哪一些書 等等的 所以這種方式就是需要非常大量的細節 我們也可以在 一次的 發送 GraphQL Request 一次就取回來 當我們只要宣告的時候 符合他的語法用潮狀的寫法 我們就可以達成這樣的目的 然後接下來是 RealApp Pro 解決的問題 那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讓處理非同步的複雜邏輯 就不需要我們自己寫了 他幫我們自動的處理好 那我們用左邊跟右邊 這兩個不同的 開發方式當作舉例 那最左邊的圖是說 我們用 Redux Observable 那我們會怎麼處理我們 非同步的資料呢 我們會先使用 他提供的一個 Dispatch 函式 這函式是 裡面要帶入一個 物件 就是 Action 這個物件 那帶入之後呢 可能會產生 兩種情況 就是如果是資料正確取回來 我們就要自己 再創造一個 Action 叫做 Action Fulfilled 那如果是沒有取回來 是錯誤的狀況 我們就要又創造一個 Action 叫做 Action Rejected 這些都回來之後 我們要把分別 正確跟錯誤資料 再帶進去 不同的 Reducer 的情況 Reducer 才會針對這兩種 不同的情況 做正確的資料存取 比如說他如果正確情況 他就要存到 他自己的一個 就是正確資料的 項目裡面 讓前端可以從那個 節點取到 並且讓 畫面呈現 正確的資料 那如果是錯誤的話 他可能也要存起來 然後可能會呼叫一個 彈窗 說現在資料有誤 等等 所以他這個存取資料動作 我們全部要自己操作 那右邊如果我們使用 Reducer的話 第一個是 他就不用 Dispatch 他會官方會直接提供 若干種的 Hooks 我們可以依照情境使用 比如說 有一個情境是 我們一進入 畫面 他就需要 把資料取回來 秀出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 Use Query 這樣的函式 就可以直接達成這樣的目的 然後 對比於剛剛左邊 我們要自己寫 Fulfill跟 rejected的情況 我們使用 Use Query 我們現在不必寫 不必寫這兩個東西 因為如果 資料回來成功 那他就會直接 就是有一個 Data這樣的變數 可以讓我們取到 資料的值 那如果是失敗 那他有一個 Arrow 這個東西 可以讓我們取到 現在Arrow 是什麼情況 那如果他正在取資料呢 他有一個 處或False的 布林值 叫做Loading 那這Loading也可以讓我們 知道如果畫面正在Loading 我們需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最後呢 他也幫我們 封裝了 Reall的Contest 一直說我們 以前要想說 資料成功要存在這 資料失敗要存在那 那如果我們使用 Reall Pro 可以不需要手動的 處理這件事 因為 他有幫我們封裝一個叫做 Apple Provider 這樣的東西 那如果剛剛有點抽象 就是 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大概 有一個感受 就是 如果我們要使用 Reduce 並配合 Reduce Observable 我們要寫 111行 那如果我們使用了 Reall Pro 我們寫了 43行 就搞定了 我們要做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會從一個 簡單的範例 來看 Reall Pro 到底要怎麼使用 那接下來的範例會用到 部分的程式 是有一些 Server的 資料 那這邊我有放 一個 Repository在上面 還有一個 相關聯的 Repository 完整的code會在上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參考 好那前置作業是我們 Server端 已經提供了一個 Graphcube API 讓我們 前端可以 直接打這個 Graphcube API 去拿到資料 那這邊我們有一個操作細節的 展示 然後為大家展示一下 當我們 Graphcube的Server完成之後呢 它 自帶有一個 Playground的界面 可以讓我們前端去試看看 現在的 Request可不可以打到我們需要的資料 那如果我們不知道怎麼寫的話 畫面右上方 會有一個 類似 教學的區域 讓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可以打什麼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Query 有一個 Root Query Type Mutation 一個Mutation 我們就可以知道如果我們要Query我們可以打 有 4個內容 比如說我們 Books有ID 我們可以取到Book 那我們用這個當例子 好 那這個例子呢 我們 就是寫了要的格式 有Books有ID 裡面有相應的格式 相應格式其實也可以在這裡看到 那我們就按一下這個播放鈕 按完之後我們真正就可以從 後端 索取到我們要的資料 比如說這樣他又給我們 一些訊息像是我們現在Book如果ID是3 他的名字就是 TheLong Earth 那我們 也可以測試看如果不同的書 我們就可以打到另外一些資料 那我們也可以試著看看不要打Book這個請求 比如說我們剛剛 在這個 Root QueryType裡面有看到Books 可以直接 都不帶ID就打 所以呢比如說我們也可以把它改寫成 Books 那裡面我們不需要這些一大堆資料 我們就 Name跟 Jongra 這樣的類別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取到 所有書的資料 好 這就是我們一個 Server取資料的展示 好接下來是我們前端實作出來的成果展示 那首先是一進入畫面我們就有一些書的資料 顯示在我們的螢幕上 好然後接著呢我們使用者可以 新增我們的書籍 比如說我們書籍叫 91 我們的類別叫 Econ 然後我們選一個作者 按加 加入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我們 這個書籍成功的有被我們的Server收到 並且Server更新顯示在前端的畫面上 好 那還有一個是我們 經由使用者選擇 我們某一本書籍 把詳細的內容秀出來 好 這些功能 就是對應到一般的資料操作情境 我們都可以 有辦法在 RealApp Pro裡面 實作出來 那當我們 GraphQL的Server資料準備完成 我們在前端就可以使用 RealApp Pro 進行串接 那實作步驟有三個 第一個呢是我們會先建立 Appro Client Appro Client其實是被封裝後的 RealContact Provider 在這個Contact Provider之下 我們就可以使用到 Server來的資料 那第二個是寫GraphQL的類物件 專用語法 也就是我們剛剛 展示的這些語法 那看我們要拿什麼資料 我們就可以怎麼寫 第三步是我們要依照不同的情境 使用官方開給我們的不同 Hooks 第一個是建立Appro Client 那它的用法呢 是我們會在 對外層的地方 用Appro Provider這個物件 包住裡面的 Component 那包住之後呢 裡面Component就可以使用到 從GraphQL拉回來的資料 使用Appro Client物件呢 我們要先給它一個 Props叫做Client 那這Client我們可以 在裡面寫說 我們 究竟Endpoint是什麼網址 也是寫在這個裡面 這邊我們就可以完成 基本的Appro Client的建立 下一步呢是我們用 GraphQL語法 宣告想要取的資料 那我們這邊會使用 JavaScript String Template的 方式去寫 比如說我們 有import 一個 GQL 從官方的套件 那在GQL後面呢 加 String Template 就可以寫我們 特別的 物件語法 接下來呢 我們會依照不同的情境 使用不同的hook 比如說第一個情境是我們一進入頁面就要取資料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使用 Use Query 可以對應到我們剛剛 一進入我們剛剛的 網頁就有 6本書的資料在上面 使用法呢就是我們 Use Query 這個函式 要 帶入一個參數 那那個參數就是我們 剛剛寫的 這個 Query的語法 也就是 GQL加 Screen Template這樣的語法 使用之後呢 等號的左邊 我們會 取得一個 物件 那這個物件會隨著 不同的狀態而更新 物件內容 那當這物件內容被更新 畫面會重新 渲染 這就是 Reacthood的邏輯 那首次使用 Use Query的時候呢 這個物件的狀態 是這樣的 它裡面 物件有 三個 Key跟Value 對我們可以使用 第一個呢 是Loading 第二個是Arrow 第三個是 Data 那因為首次進入畫面呢 資料都還沒回來 所以Data 是Undefined Arrow也是Undefined 因為首次進入畫面我們就需要 送Request 給 GraphQL Server 所以Loading這個狀態會是True 所以首次進入的狀態是這樣子 那等到資料回來之後呢 這個物件的內容就被更新 然後會重新渲染畫面 然後這個時候會依照 我們回來的 不同 狀態更新 我們剛剛 說到這三個 Key跟Value對 那如果回來的資料是正確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取完資料 所以Loading這個狀態會變成False 那Data因為有資料 Data就是我們 剛剛宣告的那個物件 類物件語法 是什麼 結果就會是什麼結果 好那Arrow 因為沒有Arrow 所以Arrow還是Undefined 這是第一個情況 也就是 成功取回資料的情況 那如果 在取資料過程有異常 也就是有Arrow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它的Loading就會轉成False 也就是現在Loading完了 Arrow就會是一個物件 看後端給我們什麼物件 就代表我現在Arrow Arrow內容是 以下的內容 因為有Arrow 所以我們就不會拿到Data 所以這時候Data就會是Undefined 那我們可以依據 時間狀態變化的物件 而選擇我們畫面要呈現什麼內容 比如說如果Loading狀態是True的話 我們就會 Return 一個Loading這樣的字樣出現 那如果有Arrow的話 我們就Return一個Arrow這樣的字樣出現 那如果是 都正常情況取到資料的話 那我們就Render一個 完整的有資料畫面出來 一招這三個情境我們就可以 直接在我們的Hook裡面 做相對的處理 那第二個情境是 使用著操作 我們才需要去取資料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使用 UseLazy Query 這個情境有點像是我們 剛剛在展示操作的 第三個內容 也就是說 我們選一個下拉卷軸 選到了某一本書 就秀出它的細節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 使用者 選完卷軸 我們再送出請求 取完資料我們再把資料秀出來 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那如果是這種情境的話 我們就需要使用 UseLazy Query 這個 Return開放的函式 那這函式的使用也是 跟剛剛很像 也就是這個函式呢 我們要帶入 兩個 參數 第一個參數 也是 我們用 GQL加上 StreamTemplate 這樣的語法 去寫 看我們是需要取什麼內容 那第二個參數 我們就帶一個 物件 如果是有 Variable 相關我們可以帶在裡面 用 UseLazy Query取出來之後 會是什麼資料 它會是一個 陣列 那這個陣列呢 回傳 兩個 參數 第一個 參數 是 一個 函式 當這個函式觸發 它就會做 取資料動作 這個陣列的第二個 參數就是 我們資料取回來的內容 那有可能有Loading 就是如果它正在Loading 這個Loading就會是 True 那也有可能有Error 就是跟剛剛 講到的很類似 所以 經由陣列的 解構負值 加上 物件的 解構負值 我們就可以取出 我們要的 函式 就是我們一觸發這函式 它就會去取資料 它自動幫我們在 取資料回來之後 更新我們的狀態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 Data 修出來 那第三個情境是 我們要使用的 經由文字框的輸入 打完之後按加 這個時候我們把 新的書籍資訊 送回去 也就是我們前端做一些 資料 新增 然後再讓 後端收到 那這樣的情境 我們就可以使用 UseMutation 原理也是跟剛剛 很類似 UseMutation 它需要代入參數 才可以讓它正常使用 參數也是我們剛剛的 GQL的 Query語法 而取出來也是有一個 陣列 這個陣列的第一個就是 函式 就是觸發這個函式 就會做 UseMutation 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 宣告陣列的第2個 陣列的第2個元素 是物件 那這個 物件呢 如果我們 UseMutation 成功之後 Server給我們什麼資料 看我們要 怎麼樣 處理 也可以經由 陣列的第2個 Element 去得到 這樣的資訊 那我們這個範例就是 我們不需要 反正我們送出去 這個資料就好了 所以我們在 陣列結構 複製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把 第2個 從Server回來的資料 進行記錄 或是進行顯示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 UseMutation 然後接下來是 我們 專案 進階範例 分類月的 無線卷軸 那這個是這樣 因為 我們剛剛的功能 比如說一進入畫面 就取資料 或是 使用者改資料 這些都是比較簡單操作 那有一個狀況是比較複雜的 那這複雜的狀況 就是我們實際上碰到 比如說呢 剛開始進入 商家頁面的時候 商家 可能還有700筆產品 他就先顯示 20筆在螢幕上 當使用者把卷軸 往下卷的時候 他產品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好比如說從 20變成40筆 再拉一些回來 顯示在畫面上 這樣的功能 這個功能呢 其實Graphcube有幫我們想到 我們實作方法呢 就是比如說我們在 Use Query 使用這個函式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取一個函式出來 那他會對應到這個物件的 Key叫做 Fetch More 也就是我們剛開始取了 Loading 跟Arrow 跟Data 這三個 Key之外 我們也可以取Fetch More 這個Key出來 如果觸發這個函式的話 他就會 再向 我們GraphQL Server 取到下一筆資料 並且更新在 Context 同一個區域的快取裡面 從這樣來達成 我們連續的 不同時間的 拉資料回來 並且放在同一個地方 這樣的目的 最後是結論 那第一個是 GraphQL 它可以當成是 API Gateway 讓前端更方便的 操作資料 第二個是 REDA Pro可以滿足 大部分的資料操作行徑 比如說向Server取資料 或是取更多的資料 或是修改資料 都可以使用REDA Pro完成 第三個是用REDA Pro可以 減少各位程式碼的數量 而且應該會滿容易閱讀的 希望可以增加 大家的開發速度 歡迎大家使用看看 那我們今天的 講題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